找同一間叫Cornerstone的公司 叫安達 叫安達 安建 安建維修有限公司 去採購一些工程的買物料 或者簡單的工程去做 牽涉的金額是去到76萬多 這些工程我們有兩個最大的質疑 第一個質疑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採購 或者工程 是故意拆低到6千元以下的 大家看到我們的表裏都列出來 絕大部份的工程 都會在6千元以下的 OK 原因我們認為 他應該想逃避法團的審批 特別 我們舉個例子 以一些膠牌 剛才陳彥年先生舉起的膠牌 這隻膠牌 就是A4 size甚大 因為3mm厚的膠牌 他們的報價是590元一塊 590元一塊 足夠高了8倍 索价要28,000多元 我们昨天去找报价 三年之后去报价 这些东西应该都升了 都只是3,300元就可以 全部都买了 他报价要28,000多元 48块 我们已经找了一些资料 采访了这件事 除此之外 除了刷单低于6,000元之外 第二个重点 就是这个安建维修有限公司 其实就是智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我们质疑是一个严重的利益输送 交给他的公司 而总共发生了这件事 是有70多万的钱 去到公司手上 事件呢 其实业主席 包括陈山在内 在过去这一两年间 都有跟进 跟他们周旋 直到追索到今年的6月 这个智邦物业管理公司 就发了一封信 给他们业主兰法团 就是刚才 我们拿着手上给你们拍上这一封 两页纸的 两页纸的 那这封信是什么呢 就是智邦呢 就承认了 他们有不恰当的 物料采购 和工程的安排 他们这封信是向法团致歉 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补偿 补偿包括什么呢 他们也看到了 刚才我们说的告示牌问题 他认为他们的告示牌 是报价了150元而已 我们找到资料出来 他报价了500多元 他现在就说他报价了150元而已 他大概想着 赔回1万多元给你 那第二件事呢 他们就会说到 其他45行的工程 都判了给他的那间 安建维修一限公司 他们就认为 每个工程 总工程差额只有4万多元 总工程差额只有4万多元 就是比外面贵4万多元 然后再罚自己 4千多元 罚多10% 总共赔回4万多元 总共赔回5万多元 总共赔回5万多元 给法团 想着 除了这两个赔偿之外 他们也想着 送一项工程 约是6万元的 免费和恩怡法院做 对冲 就完了 这件事了 我们认为 这个做法 是极之不恰当的 因为 一段不能够做错 不是做错一次 最少做错98次 因为他都判了给自己公司98次 是不是 接着被人发现了之后 就用这一种形式 想着赔偿了事 甚至乎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是否正确 可能是一个 想大家不要披露这件事 是一个暗口废的形式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觉得是有很严重的问题 发生了 也多得陈生和周生 两位委员 是坚持 要公开这件事件 因为周生和陈生 他们都很惨 他们用他们委员的权力 其实他们就这件事 要求法团召开了三次 的特别业主大会 在今年的五月 至到三次 特别委员会 特别委员会 去到跟进这件事 希望专题的形式 去到讲解整件事的始末 和告诉业主 公布 开成报告这件事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作为委员 是有这样的责任 也都要避嫌 是吧 那 可惜呢 这三次的特别委员会 都不能够有足够的法定人数 去到开始 那 陈生向我们表示 这个就非常之不尋常 我会给陈生有机会 跟大家补充 那 其中一个不尋常的地方 就是 其中一次的管委会 竟然 是在 晚上的11点30分召开的 那这个呢 就跟他们平时 8点多钟开会的惯例 就很大不同 所以也不足够的委员参与 那我想我 就事件概括 讲到这里 那我交给陈生 再和大家详细讲一下 好吗 那现在交给陈应廉先生 好吗 好 在这里呢 跟大家打个招呼 先早晨 那很多谢各位 传媒 这么关注这件事 我也都多谢 我跟周兆平 这两位委员 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 三四四张赋予我们的权力 两位委员要求 我们的秘书就必须 必须的 要召开一次会议 那 秘书收到我们的要求 他有召开 但是第一次 选择在深夜十点半召开 十一点半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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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十一点半召开 那我看到这个是不尋常的时间 是绝对不正常的 你怎样叫业主下来旁定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这个会议之前那两天呢 我立刻和周 出了份 给秘书 或者我们暂时撤回这个议题 然后 接着 第二天 立刻又和周两个 又根据条例付出的权力 要求他召开第二次会议 第二次会议呢 第二次会议呢 就在 六月十五号 那 如果我记错 那些是 什么 我记不清楚 应该是六月十五号 第一次 召开会议了 正式举办 就举 在这个八点钟那里 开始来召开 但是呢 很不幸 有五个委员 一起缺席 因为我们只有九个委员 法例规定呢 要过半数的嘛 五个委员不在 就变成了留会的了 所以呢 就开不经常留会 那么我以为第一次是意外而已 真的有些特别事了 那五个委员是不是 那么 跟着第二天 立刻和周少平委员 一起再写 写本信给这个秘书 要求再召开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呢 在七月五号 又是晚上八点召开 那么跟着考核 很不幸很不幸 又是同一样的五个委员 齐齐有缺席 我真的不能够知道什么原因 考核得这么厉害 总之呢 总之呢 是不给你 即是开不成这个会议呢 总之是不可以开整这个 这个会议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将这件事 和周少平两位委员要求 将这个事件 坚持摆上台面说之后呢 那时候大约是四月左右了 那么他呢 就不说不行了 在我们每个月的例会里 在五月到六月里 加上一条议题 就是讲这个题目的 那么我就反对这样做 因为我和周少平 是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 我要召开一次特别的会议 因为你每一次开会 由八点开到十一二点 你将会议议议议议议到最后 几十条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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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沒有意思的了 我相信也是劉會的 所以當天 第三次劉會 即是在7月5號那天 很多業主下來 平時開會是很少人的 但一應應這個題目 業主很熱心 有十幾個業主下來 很多業主我當時都不想起 提議你一言話語 不走啊!主席一開宣佈劉會 便隨便另聲走人 只剩下我們的業主 起雄 嘩!不行啊! 即是讓他這樣 玩弄這條法例? 那條法例就變成形同虛蝕 是不是? 怎麼做呢? 我亦都要求了這個 政務處介入去幫忙 那麼政務處回答我 就說很難的 他都跟著條例跟你召開 那麼他留會的人有權不開會 那麼 我們就接受去解釋 他有權不開會 那麼 終於呢 有些街坊在這裏 在這裏討論的時候 哇! 這些可以找 什麽反 維標大聯盟啊 林卓田宇宜和莊明飛先生 倆談談 看日怎樣啊! 那我說是啊! 那第二天呢 過兩天我立即走去這個 他們的辦事處那裏 那裏 辦事處很快 很認真處理這件事 我離開辦事處 那一小時而已 立即有電話給我 他說已經安排了 阿莊明飛先生呢 下來和我 面對面談這件事 那天呢 我就和周少平啊 兩位呢 一起下去和阿莊先生聊天 那幾天前的事 幾天前的事 那很快呢 就安排了這次的會議 嗯 但是呢 本來呢 周少平委員呢 都出席的 嗯 但是今天他真的說有事 那我也想說 林卓廷啊 莊明飛說 可不可以改改旗呢 那他說不要緊 一個都沒問題 的資料全部收拾了 所以今天就麻煩了大家 好 我也想陳先生再補充一點點 其實陳先生呢 因為事件都很複雜 我知道呢 陳先生呢 原本呢 他們法團有分工的 陳先生本來呢 就是負責 幫法團呢 擔多監察管理公司的角色 但是因為這件事件之後呢 法團似乎做了一些異決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情況呢 OK 這件事 擺在台面 堅持要這樣做之後呢 那麼 法團呢 突然間就 在我每一個月的例會上 就加了一個異決題目 用其他那些 古年政法的理由呢 總之就說 不讓我們兩個 繼續監察管理公司 直至另行通告 原本我們 我本身也是監察管理公司的成員之一 突然間呢 出了一個什麼議題 議題 大家知道的 現在 我們九個委員 一表決 一表決就是七比二 我當然不接受 任何一位業主 都有權監察管理公司 何況我們委員 竟然通過了這個議題 是暫時不讓我們繼續監察管理公司 因為它有一個表的 哪個 大家以前自己入的 哪個 幾個監察管理公司 哪個 對外 哪個 突然間可以這樣出議題 踢走我們兩個 我現在這一刻 我也不知道 究竟有沒有權力 法團可以這樣做 通過這個議題 究竟有沒有效 我也不知道 OK 我們描述這件事 大概在這裏 好嗎 看看大家 記者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我先講幾句 我先講幾句 各位記者朋友 今次的事件 是我們反圍標大聯盟 在處理的屋苑問題當中 分擔其中一件最嚴重的例子 今次可以說是斷政 第一 大家看看公司查冊 相關的公司通訊地址 公司秘書 以及公司董事的人事身份 是高度重疊的 第二 大家看看智邦福發團的信件 裡面他也是承認 是他公司的附屬公司 不過他聲稱 在四年前曾經作過申報 這句說話是沒有意思的 不可能假設大家法團委員 記得你某次會議 在幾年前說過的一句說話 以後大家就記得 以後經這間公司的採購 就是你智邦的附屬公司 不可能是這樣的申報 一般公穩的做法 是每一次 就這些採購的決議的時候 你會和法團申報 這間是我的附屬公司 這間公司的採購 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和法團的做法 就是每一次都看得到 你去看 你去看 那些公司的採購 我去看 你去看 它是我的採購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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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八個採購 而是互不關聯的 但是說的是買同一樣東西 就是那些告市的膠牌 跟著這個膠牌 也是給它擺出來的報價 是貴了很多 我們找到同類的膠牌是70元 它報是590元 如果 這樣的價錢 提供膠牌 我相信利潤也是 可以形容為暴力 就是這間 安建 是謀取一個暴力 而 智邦 我們根據陳先生所說 他的解釋就是 這個是工程人員 自己單方面的做法 他的信件也有說 他就說 第一段 他就說 認同已離職的工程主任 沒有根據公司內部指引 進行有關的物料採購 和安排工程並不合當 他就全部推到一個離職的工程主任 那裏 但是 陳先生告知我們 這些工程批合 全部都是要經過屋苑的經理 去批准的 而所有這些會計的單據文件 全部都會交到智邦總部 究竟智邦總部是不是完全不知情呢 我是非常質疑的 尤其是你們兩間公司的董事高度重跌 公司秘書也是一樣 通訊地址也是一樣 你和別人說 說我們不知道的 智邦不知道安建 是做這麼多生意的 你說出來 大家信不信呢 所以我覺得 這次事件 是我們聯盟 近年 處理屋苑的開支問題 說金額 這個當然不是最多 但是 其中一宗最赤裸裸的 拆單 抬價 的醜聞 這樣的做法 是嚴重地損害 小業主的權益 我呼籲 第一 就是 因而花園的 法團和小業主 一定要全面 重新審視 由智邦接任管理公司 這七年期間 所有的開支 有沒有其他的拆單問題 如果是有的 逐單和他計數 第二 全香港所有 請了智邦的屋苑 我呼籲所有小業主 和法團 看回智邦 有沒有請過 這間安建 去幫他們做採購 無論是做工程好 做物料供應好 全部去看 連我開吃 在這裏 有沒有類似的拆單行為 這個所謂 離職的工程主任行為 究竟 是冰山一國 還是個別職員的行為 我想 放實這帳目出來 給大家看 就清晰不過 第三,我亦希望法團方面的主席和委員 面對一個這麼嚴重的損害業主權益的情況 他們應該要盡快召開法團管委會 以及接著要召開業主大會 全面披露究竟事情的嚴重性和廣泛性 要讓每一個小業主知道 法團的角色就是協助小業主去監管管理公司 如果有這麼嚴重的醜聞 你一味想私下和管理公司談好它 和解收回多少錢就大家不出聲 這樣和縱容甚至包庇這些惡行有什麼分別呢 這些問題應該要揭出來 給公眾知道 給屋苑的業主知道 他們也要警戒這些管理行業的敗類 不可以讓他們這麼惡劣的操守 繼續損害小業主的權益 應該是要揭出來的 所以我是難以理解的 陳先生說有一批委員 長期不肯開會 十一點半晚上照開會議 我是難以理解的 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認為恩怡花園的小業主一定要高度警惕 現在的情況 其他由智邦去管理的所有屋苑 每個業主都要看實質的荷包 千萬不要說信字 我信管理公司 她是專業的 這麼大的公司 不會騙我們錢的 不要只說信字 恩怡花園差不多有2000戶 每個月要交的管理費 每戶大概是800元 一個月收的管理費 粗略計 近160萬 160萬 一年是近2000萬 還未計其他維修 如果現在是21年樓 過多幾年要做大維修 繼續用這樣的採購方式 大家業主有沒有信心 不要說大維修 日常屋苑都有很多工程要做的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會不會又是給自己的關聯公司 價錢又抬了幾倍 會不會是這樣 這些大家一定要很警惕 還有一點 根據現在披露出來的資料 我有理由懷疑 管理公司裏面有人 是串謀詐騙法團和小業主 如果有任何人員當中 是收受利益 是沒有得到主持人批准去做的話 這個也是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是一定要向相關的執法機構去舉報 全面調查事件 我補充了這麼多 OK 有沒有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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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邦的內部管理 都是水平的惡劣程度 都是令人震驚 怎麼可能容許一個工程主任 完全沒有枉管的做呢 還是這個工程主任是個代罪羔羊來的 我覺得智邦這個說法 把所有責任推到工程主任那裏 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 第一個問題是榮輝回答一下 如果牽涉到他現在已經認了這件事的話 他都協議 也會賠償 當然啦 客觀的理解為其實他的公司 都承認了這件事是有錯失和有責任 當然我們都會鼓勵業主向有關的部門 甚至乎會不會牽涉到民事的索償 我們都希望可以跟進到 但是希望大家要理解一下 現在的業主還沒有透明度去知道整件事 所以有一些好像陳先生這類型的業主 就很想將這件事和其他事業主一起商量 怎樣去跟進 所以我們都認同是已經有一個基礎 連他自己都認了 這個錯失 所以我跟阿廷說 這次是斷政的 連他自己都出了信 八字黑字 是不是 我補充串謀詐騙那方面的質疑 因為一般屋苑採購和屋苑管理 管理公司應該是有守則的 任何採購應該要聲明 是沒有任何衝突的情況下做的 而如果有的 他應該是有一個正式的記錄做了相關的聲明 而如果他是沒有做這個聲明 而做這個採購 而最後這個採購的價錢也是比市價抬高了很多 也不是一次 是一而再 再而三這樣做 我認為 如果管理公司是有任何的說法 是誤導一些法團委員或者商業主 譬如聲稱我和這些公司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我已經做足所有的申報等等 誤導一些事業主 從而令到事業主的利益受損 他自己是獲益的話 這些行為都是涉及串謀詐騙的 你是誰的串謀詐騙 是 剛才的採購詐騙 今次一刹八五個 今次就在這個九十八個項目的項目 那裡有了 我們還有一張表 是看到的 全部都是講告示牌的 那 或者我同事拿一份補充 我們有一個補充的 就是他有一個羅列了一個表出來 就是把剛才我們說的一刹八 那裡的四十幾塊膠牌 就是在同一天批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表 就是 這個表 就是由管理公司提供的 那他的資料很不詳盡的 他沒有把那些日子寫出來 所以大家這個困難一點看 我們現在補充一個資料給你 就是有一個日子的 看到他的單子 他有些是兩塊 有些是八塊 有些是十塊 總之 因為他五百九十塊 他最多一張單子是十塊 就五千九百塊 OK 我們之後補給大家 我們現在兩分鐘就給大家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是的 那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看回 補充一班 習近平的信訊 那 他就說 原來就說 一家獨立公證 哈哈哈哈 他沒有那個獨立公證公司的名字 還有 他就是說 都是一些關於公資 你知道嗎? 陳先生 我不知道 所謂這個公證人 是他自幫 他負責找回來 是這樣的 我們不知道是 什麼公司 大家想想 不知道是不是 公司的公司 又是豐志雲先生 哈哈 哈哈 兩間都是豐志雲 我們提供給你那個 我們就 有一個 開了名的公司 是的 清清楚楚 因為這個是三年之後的報價 他2015年報價 我們2018年 就是三年之後 不知道不知道有沒有貴 但是我們都比他便宜 我覺得如果管理公司 是真的想處理 補償給業主 就沒有理由自己去找一間 所謂的獨立的 評估公司去做 其實應該是由法團 那邊去請 法團去請 找人去股價 究竟差價是多少 而且現在最重要 不只是膠牌 我現在很質疑 究竟那膠牌 或者那九十幾項採購 會不會是冰山一角 如果他近七年來 都是用這樣的手法去做的話 那個損失可以很嚴重 補充一下阿廷這個說法 因為現在我們列出來給大家 那九十幾項 其實都是由現有的管理公司 即是智邦去提供 他這個提供是有什麼呢 就是他只是這九十幾項 是羅列了安建的工程和採購 其實他六千元以下的採購方式 有沒有問過其他公司去採購呢 我們這裡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剛才阿廷說 這裡可能只是部分 甚至是冰山一角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合理的 是 他可能是四十五項工程 是 其實不是 就是 看回港幣發展 四十五 那就是 其他他認為是採購 就是 渠改和 公司採購 因為在我們看到這裡的形容裡面 有很多 你看到他工程的項目 標示著相同的東西 我們理解為 一些報價 五千九百元 就是那個物料錢 另外可能四千幾元 或者五千幾元 就是工程費 即是 一個工程是把資料和工程費 分開來報 令到那個單是低於六千元 從而他可以自己去判 就不用讓法團去審視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今次的議員 都涉及到那些委員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未遲不開會 甚至現在 告建中法庭的例子下 很針對著一些委員 就是他當選了委員 但是又長期沒有理由 他開會的責任 就不可以撤判他 或者爭取委員 是否可以撤判他 現行的建築物管理條例裡面 如果委員 是缺席 連續三次的話 是可以透過管委會 議決 投票 罷免他 當然這個是指缺席 請假就不算 OK 我不知道究竟上次 沒有來開會的人 他結果被視為是請假 還是缺席 而且你看到他自己 沒有來的人 都佔了委員的大多數 會不會出現自己 罷免自己的狀況呢 這個也存疑 另外 就著建築物管理條例裡面 其中有一條 就是 說明了 如果 業主 委員 是從一個 真誠和合理 去處理事務的話 就不會負擔個人法律責任 這句話 反過來 如果他並非真誠和合理 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就有機會要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我想問一下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怎麼揭發這件事 因為剛才說 一兩年間 應該是一五年 一六年 這兩年間 他會有那些九六萬次的 不斷 怎麼會合作 你是為什麼 揭發兩三年前的事 陳先生 可不可以 怎樣 什麼時候開始發覺到 有這些問題 大約 兩年前 已經 兩年多前 已經是 開始感覺到 有這些問題 但是 你知道的 我們之前那些 所謂師傅 不是專業的 個個都是做義工的 我們的資料 師傅所得到的資料 全是管理署提供的 我們請得 某公司做管理署 我們當然要信任他 他給什麼資料 我們信什麼 我們不是專業的 一路都 有一點點 就信他 可能是這樣 我們不是專業 所以我們不知道 直至最近 一屆 大約一、二月 成立新的一屆 另外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 聽說他對這方面 是很有認識的 是不是專業 我就不知道 很有認識 他就很有心情 去查數 查查查查查查 查查查查查 查查查查查查查 查查查查查查查 查查查查查 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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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同業主提供,剛才我補充給你這個表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2015年的8月31日 這個安建是總共發了25張單給法團 應該是最多的,25張單 這25張單涉及金碼大概是11萬 這11萬裡面其實分到,你看到只是指示牌 就已經是8張單 下面是其他一些渠蓋或者後管工程 你們常理想像一下 一間公司在一天內發25張單 向同一個法團去收錢 是不是? 這是不是很誇張的事情呢? 這是不是一個尋常的做法呢? 而你看到每張單都是5800 有些是5900 全部都是故意低於6000元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事情 我想大家看完文件中間那裡 其實大量都是提供山、鐵、梭蘭、渠蓋 多少件? 其實這裡某程度 可以看完文件中的一份 發展跟上面的告示膠牌 也就是同一性質的 這裡還要緊 如果我們數起來 是11張單 一刹11張 大家看到日子也一樣 也是8月31日的 價錢也是全部低於6,000 大量是5,000多塊的單位 所以我們講告示牌的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他例子還有多少呢 我想管理公司是要全面交代的 對不起 有沒有東西問我 沒有東西去投票 我先走了 謝謝你 我再聯絡 好,謝謝你 其實我們身為委員 我和周少平兩人都覺得很無奈 究竟他這樣用這個 義決的形式 來踢走我們 先不要說是否合法 是否合常理呢 很多法團表決了的事情 土地審台署都宣佈無效 這次是否有效呢 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 我補充一點點 其實我和陳先生溝通的時候 理解到 其實 因為通常委員都有各個不同的分工 其實這些分工 其實法例沒有規定怎樣分工 不過他們自己協調好 本來陳先生 就負責 有些什麼呢 就馬上指示管理公司 做證據 這就是所謂監察管理公司的做法 其實一旦 之前 陳先生被別人 議決了 說不用他再去管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通知管理公司 你不要管陳先生 其實就是這樣變相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很離譜 很不文明的做法 究竟陳先生做錯什麼 是令到他不可以 再去監察管理公司 也不可以和管理公司的人溝通呢 因為我們的理解就是 任何業主 甚至乎租客 他都可以要求管理公司做事 因為大家有交管理費 他憑什麼去剝削陳先生這個權利呢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大家 這個是大家要跟進的地方 我也覺得很不合理 對陳先生他們是很不公平的 還有各位朋友 你先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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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自首交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一些是6000元以下 他又找了其他公司去報的那些 這些是沒有資料的 而委員也未必掌握到的 所以其實我相信陳先生他們 和周先生他們兩位 都是很熱心幫一些居民 看一盤數 很想拿多些資料 現在他們也拿不到 現在管理公司不讓我們兩個監察 我怎麼跟管理公司交換呢? 管理公司說他也不用送你 甚至電話都可以不聽你 他聽的話就額外依恕我們 這裏有小事要讓大家更正一下 陳先生 錯了嗎? 是的,小小而已 第一頁新聞稿這裏 中間的寒這裏 留下手指指著這裏 可惜三次會議 坤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留會 是有小小出入的 因為第一次呢 他是選擇11點半開會 那我在開會前兩天 立即宣布 撤回這個議題 就不關人數多少而留會 因為時間不夠 是的 第二次第三次 即是 6月15號和7月5號這兩次呢 才是 因不夠人手而留會 而那些留會的人數呢 即是沒有出席的人數呢 是同樣的五個來的 好 同樣的五個 是 麻煩陳先生幫我多謝 麻煩你了 好,不要客氣 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 請問一下 想問一下 這個官邸合約呢 是去到什麼時候 還有就是 就是 什麼時候會有下一次的業主大會 業主大會呢 應該差不多 這個新一屆的業主委員會 都是在早幾個月前召開的 因為每一次是兩年 是每一年 不是說說 每一年開業主大會 就是兩年改選一次的 是 如果是開業大會 應該有半年左右就要召開的 是 那這個合約呢 合約到什麼時候呢 合約間間不同的 有些是三年合約 管理公司呢 管理公司呢 我真的不是那麼清楚 有些事情都 我想好像是有三幾年的 我記得你跟我說過 是去年11月簽約的 是啊,是啊 但是他是簽兩年約 還是三年約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記得了 我也不記得了 是 因為合約小組 是有一個合約小組的人跟他談的 啊 我呢 當時呢 就是監察管理公司的小組成員 現在踢走了 是吧 是 這位有問題 那你現在下一步 穩住會不會做 什麼事情去令到這件事情 令到更多業主知道 還有 如果更多業主知道 會不會再考慮這些事情的話 那現在呢 我們 做的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力 召開一次 這些的會議 但是一次兩次 留會三次 不斷 什麼 我想要召開第四次 第五次 我相信 除非 新聞 新聞出了 他們有所改變之外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改變的 因為他不開會是沒有犯法的 我所理解的 不開會 是沒有犯法的 還有他每一次不開會 這兩次留會 他預早通知了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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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那 還有 那 那 我想真的 很清楚 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 我手上拿著這張 就是 早 兩個月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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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舊秘書 就要交接 要把文件 還給回到 這個 新的秘書 現在新的秘書 就是魏忠強 那 那 那個舊秘書 就是周少平 今天沒有空來的 周少平 就已經 讀了一個聲明 當時 有什麼怪事呢 那 周少平 亦都跟 那一次的 一個 我 我已經引了給你 就可以 較早時 他跟這個秘書面談 和這個 告訴他 他說 你不適宜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 將秘書擁 管轄的一些文件 在他第一座 有一個 有一個 空中的房間 他擺了下去 而 搬過去管理署那裏 因為管理署 他有一些房子 他說要搬去 擺那裏 周少平已經很強烈地 跟他們 一個主席 一個秘書說 你不要這麼做 現在這麼敏感的事情 但是 在周秘書強烈反對之下 因為 搬不出去 搬走去 管理署的房間 還有一件怪事 將房間的鎖匙 給了管理署 即是給志邦的職員 可以自由出入 反而我們委員 就不可以擁有 好了 到6月22日 那一次開會 就是 志邦的董事長 親自拿了 那份 即是他承認了 所有的信 給我們 那時候 他知道事態嚴重 知道事態嚴重 立刻在會上宣佈 那裏鎖匙已經 指示他們的經理交回 給這個 法團 究竟有沒有意思呢 之前那兩三個月 他已經不停地任何時候 可以自由出入法團房 擺文件的房間 是不是 是不是 陳先生的意思是 本身有很多資料 可以找出來 指控到志邦的東西 本來 就在那間房間 那間房間 本來志邦是去不到的 而 上一手的法團秘書 即是周先生 現在變成委員的周先生 他負責管理鎖匙 他交出來之前 他都提醒 因為未處理好這件事 就不應該讓志邦 可以隨意進出那間房間 以及可以隨意拿到那些文件 因為擔心 會影響到那些 查證的機會 現在 以陳先生的說法 其實過程裡面 有幾個月 曾經交過鑰匙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自由出入 以及搜尋文件 完結之後 又交回鑰匙給他們法團 陳先生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見到我們不停地打在桌面來要談 那志邦的那個劉董事長 他都知道事態嚴重了 說給我們回事 不要 但是呢 在那幾個段時間之內 他志邦居然可以自由出入 是吧 我最不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 周少平前必須千分複萬分複 叫法團主席和必須 不要搬過去 但是他一聲就不出 搬過去 這個敏感時期 搬過去 這個敏感時期 還要給他一段時間 我們想拿一段時間進去 就不行 給他一段時間 受嫌疑的公司 讓他自由出入 他寫得很清楚 當時的聲明 他說 由於涉嫌嚴重不恰當行為的管理公司 可自由進入 存放法團文件的管理處房間內 本人 就是周少平 擔心 隨時可能干擾查證 他說 本人 在這裏嚴正聲明 如果任何法團文件 遺失 散改 更換 本人 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我想他很清楚 但他堅持 在周少平的強烈反對之下搬過去 前幾天 前一陣子 在第三次樓會的時候 很多業主都來質詢 主席 主席 在樓會 還坐在樓會 業主十幾個在這裏 他們的業主都在質詢 是誰搬過去的 當時的主席 請求法清界線 不是我搬的 我沒有搬的 但是秘書周 很大聲地說 是我搬的 我不明白 不是他搬的 他承認了 這個 這個主席 就說不是我搬的 周毅秘書 立刻說是我搬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堅持要搬過去 讓治幫自由出入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談詢 要看證據 我想留給大家判斷 個人的看法不同 要說的話都要說出來 你說是不是呢 好像你說 宣佈通過不讓我監察管理公司 你說合不合理 現在大家去分析 就這樣 是咯 是咯 是的 公信有英文名 是Cornstone Associated Limited 那是Cornstone Law Gist Limited 不是 這個查冊是Cornstone Associated Limited 是咯 的 看一看看她是不是搜紋之五 問一下她的公司 總之她承認 那間公司 是他們的附屬公司 在文件上面 已經寫上了 白地黑字 董事簽了名字 承認的 對了 但她有另一間 叫安健 是多過S 還是少過S 你问一下他 你问一下他可能有几家有个S没有S的公司 OK 谢谢 如果他有什么回应 我们可以听到这份周小平的声明派给你 好 我们可以听到这份派给 刚才我声明了 周小平的声明 我们都给大家看 拍了 拍照也是 OK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